看第五題 第五題它說 這個球包含Y軸 而且通過點23-4 這樣的平面方式 那這題目怎麼做呢 我們說你這個有一個 有兩個平面的交線 這條 有兩個平面的交線是這個的話 那它是 這是L L是寫成 這個1-1等於0跟1-2等於0 包含這L的方程式 就可以另成 1-1加上k-1-2等於0 那我們知道說 Y軸上面的點 Y軸的錯標是隨便的 但是X一定是0 Z一定是0 所以它的方式其實是X等於0 Z等於0 所以它也可以由這個 X等於0的平面 跟Z等於0的平面 所以這兩個平面去交出這個Y軸 那它寫成這個樣子的話 就好像是這樣 所以 包含Y軸的任何一個平面 就可以寫成 這個加上k倍的這個 就 X加KZ等於0 那寫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那我們因為這個平面還通過這個點 這點在平面上 帶進去更靠要成立 所以你就把它帶進去啦 這個X用2帶進去 Z用-4帶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k應該是等於2分之1 那k如果等於2分之1的話呢 你把它帶回去的話 我們的平面1呢 這樣就是這個X加上2分之1的Z等於0 或者把它再乘以2得到2X加上Z就等於0 這個就以平面的方總式 看看這樣 好嗎